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按Enter就不简单 MyRadio在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的网台节目 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节目 选择Facebook直播 YouTube或者LiveStream 记住MyRadio的节目是有最精辟的内容和娱乐性的节目 所以给节目月费是绝对值得的 我们今天下半部由黄师傅今天会介绍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给大家看 好似大家在刑歌幕看到我抬头有一副牌 有一副牌 这副是什么牌呢 其实这副牌我们称之为逆经塔罗牌 就不是西方的塔罗牌 直接是用逆经挂帐来做一副牌出来 其实十几年前有一位香港师傅发明的 这副牌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里面所有都是逆经的挂牌 其实挂牌呢 比如在上一集我说到一些数字的数字 其实数字是由挂牌演变出来的 而挂牌本身是怎么变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在无极那里变出来的 我们经常听到的无极新太极 太极新两仪 两仪就新四仗 四仗就新了八卦 八卦就是八卦就是六十四 已经变成六十四卦 所以现在呢 这副牌当中都有六十四张牌 每一张牌都有不同的意义 那这些牌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很多朋友或者很多观众也好 有些会觉得逆经的挂牌 可能在演艺方面就觉得很难 比较艰深 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到 但是牌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因为牌有图案显示 这个图案显示到 假设你抽到一张牌 其实你可以单凭自己的直觉 感应去理解那张牌 你所问的问题 王师傅 这个来说 有没有一种玩法呢 其实玩法有很多种 你如果问榴莲的人 如果问榴莲的人 就每个月 就起一张牌出来 那一张牌就代表一个月 就是看榴莲 那玩也可以 或者我再简单一点 我只是針取一件事的 问事 那你直接抽一张牌 直接抽那张牌 去问那件事 接下来应该是吉 还是凶 因为 抽一张就够了 你可以抽两张 可以抽艳放 或者艳放加一个未来 那两张牌 即是第一张就是艳放 艳放是什么环境 接着另一张就是未来 因为占卜 其实就是对未来的探索 那你预测到 他那个 未来的景象 那怎么去面对 用什么策略呢 应该攻 还是守 好了 看一看第一张power point 先拿第一支挂来解释一下 第一支挂 我们就是在盈哥幕的左手 看到一条爐 那这支挂 我们就称之为 钳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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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钳挂的本意 其实就是什么呢 是一个极洋的象征 为什么呢 因为六支挂 它也是羊挂 所以是纯羊挂 那我们也是绿冲挂 抽到这张牌呢 就可以表示什么呢 它是一个大好 但是也可以说是大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要视乎你 你问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我抽到这支挂 我想问恩怨 问恩怨 问恩怨的话 就有机会 那个什么呢 就是比此间 容易出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钳挂是属金 金是什么呢 在五行当初是硬正 你抽到这张 如果问爱情恩怨那方面 可能你和你的另一半 经常因为有一些意见 而大家不咬牙 因为硬到硬 黄师傅如果抽恩怨 抽哪支挂比较好 如果抽到哪支 如果抽到的话 哪支挂比较好 我先问了先 就是那个扎山咸 哦咸瓜 是的 扎山咸 就是一个男一个女 都是情投意合 好了好了 那我们来说回钳挂先 说回钳挂 刚刚说了 如果在爱情 恩怨那方面 有这样的意象 如果我问混世 但如果问混世 又不同了 因为钳挂 它是上升的 向上升的一个意象 你看到一条龙向上 是在飞 就是代表什么呢 有个地位 名利相收 有提升的 那这个呢 就是 关乎到一个问题的 的一个解释 解释 是的 到第二支 第二支当中 第二支当中 第二张牌呢 就是坤挂 是的 坤挂 坤挂的挂意 就是比较柔弱 慢 倒手 亦都是陆冲 亦都可以说大好大坏 那怎麽为之慢 保守呢 或者包容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坤为地 是的 地 地为武 地为武 地 是一个很包容性的 无论你用脚踩 你跳它 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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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物质也好 水也好 木也好 它都可以给你 全部接受了 是的 接受了 没有怨 是的 没有怨你 所以代表了一个包容 就是这个有一个异象 那如果说 问事呢 其实就好像刚才说到 首先说 问运势 其实这支挂就告诉我们 什麽呢 因为它是慢 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运势 你不能急 你要以正制动 漸漸来 是的 要慢慢来 欲速之不达 那现在问爱情呢 就要反过来 你就要慢慢去了解对方 如果你一急的话 就只有破坏 不快得的 就是追女孩 抽到这支挂 是的 你要慢慢去追 要去了解对方 亦都要相对地 你给对方了解你 如果你一快 那你就 什麽都不用想了 但是 反过来 如果我问病 就大丹了 是 为什麽呢 问病有什麽问题 是慢的 那谁想病慢好的 就是 一直这样病 慢慢病 有排好 那你病 當然是希望快的 相对地求财 都是慢的 因为它慢的本意 在切挂上 所以我们 就看回你问 那个问题 就已经 就是略略会知道的了 因为你现在看 在图里 你都看到一个女性 其实她在那裡 是一个慢条私利的 一个态度 坐在那裡 在那裡欣赏 在那裡欣赏 在那裡 是的 那其实那些牌呢 就简单到 可以很直接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那个客人来到的时候 是由你帮她抽 还是她自己抽的 通常是自己抽的 通常是 因为她的意念在她 如果她打电话 来叫你起挂呢 打电话来起挂呢 就是你帮她抽 如果打电话来起挂呢 通常我就未必会用 哦 不会用套螺牌 不会用套螺牌 是的 我可能会用文王 就是有不同工具 其实坊间有很多 一些预测的工具 这个都是其中一种 其中一种 准不准呢 其实就看回当事人 第一承不承心 还有师傅 演绎出来给你听 等你对应你的问题 好 接下来第三支挂 好像读音 有点不同的 是的 第三支挂呢 我们见到有个团字 是的 团字 但是整支挂来说呢 我们所读的就叫水雷津 不是读团的 是的 有点不同的 所以要注意到这里 那挂的本意呢 其实这支挂呢 就不是那么理想的 是的 因为它呢 代表是一个困难 或者表示一个团居 做开荒牛 比如说创业啊 初期呢 如果在事业上问的呢 就是关于事业的东西呢 就会困难重重啊 觉得很孤独无助啊 那这样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不是那么理想的挂象来的 就是我们就叫做 不是那么不刺 不刺 运势那方面呢 很多时候都是比较 比较困惑 移手不移工 或者一意孤行啊 或者甚至有破损啊 但是你在那支挂 那张牌所看到呢 它是不是有少少草在那里呢 是啊 那少少草其实呢 就是 告诉我们听 在你开头 一个发展那时候呢 就是你要步步为营啦 你要不可以 就是遇到困难 当然要排除万难 那么初难后二啊 这个是挂象啦 但是就不要说 不要想说 喂 会有很大的收获啦 因为这支挂始终是困难 那个挂意都是存在的 那样 那如果譬如问到恩怨那些呢 在开始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了 发展 就是你一个情投意合的情侣 它一开始的时候 发展就阻滞多了 嗯 就不是那么余意 那因为有个文芽在那里 但是就麻烦一点 阻滞多了 这一支就是水雷津的挂意 那第四支呢 第四支呢 我们看到一张牌呢 蒙瓜 是的 也都看到有个老人家 有个小朋友 好 那这支蒙瓜呢 我们叫做山水蒙 那其实如果在抽牌的时候呢 抽到这张牌呢 它的挂意就表示呢 有蒙片 或者啟蒙啊 或者被一些东西蒙蔽了 就是可以说是 可能会不会有些被人欺骗的 就是如果有个人 问他想和别人合夥做生意 是 抽到这一张牌的时候 那你会怎样跟他说 那如果在合作做生意呢 这一就会解释 会不会 你未了解清楚 生意的营运 或者一些费钱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 会不会在那盘生意里 你其实不熟悉 因为要啟蒙嘛 你是不是应该要求之欲多些 去问回这个行业的一些前辈 有经验的人 去教导你 怎样去经营你所做的 就会有这个意象 因为途中的小朋友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他对事物好奇 但是他又不太明白 不明白的时候要怎样 好像我们小朋友读书 就算大人也好 我不明白 要去了解 要问 要去学责 要去知道那件事 当然 你问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什么呢 誠心誠意 你所说的请教人 你也要有礼貌 不可能就是 恶形恶相 要去问人 这件事要注意 而关于问恩怨的 可能就是 对这段恩怨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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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 但当时的决心 Hunter 会不会像挂那样 就 Jamod梦梦梦梦梦 结一起순 毫基 這個回答不了,但是掛意是一個不夠決心和勇氣的態度 那時候的心境 再來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是衰掛 這個衰是衰以為衰,不是衰人的衰 整支掛我們叫做水天衰 掛的本意是衰以為衰,就是需求,就是真的需要 在牌中我們看到圖像 好像有釣魚 要看天空是什麼 天空烏雲蜜布 沒錯,烏雲蜜布 其實告訴我們 可能當時有些鶴在求,但時機還未到 因為通常烏雲蜜布是會下雨的 但又未下 但又不下 即是你可能在求一件事,你要的那件事 他未給到你,你在那裡扔 現在在運勢那方面 就不太適宜急進 冒險那些,一定要手 就不要去急進 還有設計,千萬不要貪一些投機取巧 而賺快錢的事情 不要做這些 如果又扔回因緣那方面 因小失大 扔回因緣呢 最初就不如意 即是在開始的時候就不太滿意 但如果你有內心 內心就是所說的瑜國天青 那你就會容易成事 掛義就是這樣 再來我們看第六支 縱掛 縱掛,這個縱其實就是訴縱的縱 那整支掛呢 我們就叫做天水縱 天水縱有爭拗的意思 其實在牌裡很容易看的 就是這支掛 一個人指著一個人去罵 其實就是說他們有爭執,有爭拗 有訴訟 其實掛本意都是講爭拗訴訟 或者嚴重者可能要用到法律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你問你打官司 剛剛他遇到一間官司 而抽到這張縱掛的時候 這樣怎樣演贏呢 那真的要打 真的要打 甚至不要說打官司 曾經有個經驗是什麼呢 我朋友抽過這張牌的 有朋友 他跟上司的相處 後來就發生了有爭拗 有爭拗 但有沒有去到打官司的地方 沒有 幸好沒有去打官司 但是當時有爭拗 是為工作上的爭拗 因為他當時在問他工作上的事情 那他就是跟上司有爭拗 就是去吵 但是有時候一件事是什麼呢 吵 又未必不好的 當然我們經常都會說 如果能夠和解的 就避免去爭執 或者有爭拗 是吧 就是談好數字就最好 但是有 某些時候 就會看回 他去吵是做什麼呢 或者他有些爭拗是做什麼呢 他要去爭取 拿回自己應該有的一個 一個報酬 如果抽到這隻怪打官司的時候 你說 姓定庫呢 姓定庫 姓定庫 就是要看回當日 他問的日子 對回的日子 是有利還是有弊 這樣就更加準確 但是呢 通常呢 如果是有一個訴訟的意象出現呢 能庭外和解 或者甚至乎 可以聊天 我們都應該要 息事寧人 不要去繼續爭持下去 是 因為如果他真的 假設他當西上來 甚至乎 牢獄之災 都不奇怪 這些事情 當然要看回自己的 那個優勝處 在哪裏 在運程那裏 如果看回 就事事不順 如果 因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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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緣就被人說是非 容易 會不會散 會的 會爭拗 對 容易被人中傷 用是非 亦都容易被人奸計陷害 所以如果在這次挂 始終能夠私下和解 都是一個上策 不要去產生一個訴訟的問題發生 總而言之 退一步海闊天空 對嗎 但是如果有 無氣身材 但是要自己懂得拿裂 這件事 沒錯 有些人呢 你退一步 他就得寸進尺 哈哈 化拳星 對 所以有時候自己真的要拿裂 這件事就沒有絕對的 真的 好 我們再看第七張牌 絲 這個是老絲的絲 地水絲 掛的本意呢 其實大家可以見到 有一隊兵馬 是的 但是地上就不太麒麗 可能爛容容 本意當中 我們就說打仗 有個絲 絲就是一個軍隊 編制軍隊去打仗 有一個抗爭的議將在這裏 但是相對地 這個絲可以解釋 師長 老師 或者師傅 那些 有一個教訓 學生 下屬 這些議將 譬如你說 我在事業上抽到這張牌 你就很容易被你的上司 紮馬 所以如果抽到這張牌的朋友 就在工作上 問事業的朋友 真的要注意什麼呢 你做事 醒醒的 不要做錯了 如果不是 就一定給上司 教訓你 而且這個教訓 都不是小的教訓 甚至乎 容易到 嚴重到 會被人迫害 或者跟別人有個結怨 師瓜 其實不是其實都幾正面的嗎 但因為他有打仗的意 出師 還有哪一個人希望打仗呢 打仗是不喜歡的 打仗的生活是不安穩的 還有你有沒有看到有個惡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 惡妃 很自然我們會想起惡妃 惡妃是怎樣 十二度金牌照他回來 被奸人所害 你說是不是不好的意象 所以在這個牌的意思來看 還有剛剛說到在工作上 運勢上 如果抽到 就真的不是那麼好 如果你說愛情 其實都是容易引起衝突 甚至乎 因為打仗可能會 意念就是 因為你打仗就是動刀動槍 衝突 動手動腳 可能會不會這樣來傷害對方呢 牌耳都會有這樣的解釋 這張是其中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牌 另外到第八章 第八章有個比字 是否水地比 水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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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的意思是大家比 比和 比和 有同等之意 是的 所以在掛的本意 都會融洽 互相扶持 現在你牌中看到兩位人家 握著一隻手 對 很和俠 握手 大家很恭敬 很親和 而且水地比 水地比 意思是水流入去地 因為水流動性的變化很大 你給杯 什麼形狀都好 你倒進去 它就會變成那個形狀 天師傅拿著杯 水放進去就是圓的 方的就是變方 它進去地也好 它怎樣也好 它都能夠融入去 就算地這麼硬也好 它都能夠融入到 所以在一個 尤其是男女的感情視 如果抽到這張牌 都是一個好的 好笑 好語笑 代表兩情相悅 體結良緣 甚至乎在運氣 工作上都和同事和合 相處也好 甚至乎有貴人提拔 扶持這些 這些都是一個好牌 再來我們就看 下一張牌 這個就是 小束 小束 這個束 看到這張牌 小束 這個就是類似儲束束的意思 這張牌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我們看到這張牌當中有個桶 有水流入 有水 而水多不多 不多 很少 慢慢地流 整支掛 我們讀 風天小束 本意當中 就是說我們有抽到這張牌 比如問運程 財運的朋友 可以說 我有些少的積蓄 不多 而且積蓄是1.1滴 慢慢累積出來 還有一些如果在投資上 意象就是一些小規模的投資 就不是很大的 譬如你說有個大項目 我看這個項目能帶來的利潤可不可觀 如果真的抽到這張牌 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利潤是有的 但是就不會很可觀 比較一點一滴的累積 運勢呢 最重要是知道的一樣 不可以貪 保守為佳 保守 最重要 不能貪 慢慢累積 還有要忍耐 等時機 但是如果問到在因緣愛情那方面 簡單來說 就會不適合嘴型 意見有分歧 所以大家在這張牌抽到的朋友 就要注意 譬如意見不適合 不適合嘴型那些 就少一點說話 多一點行動 小說話 避免爭吵 那就最好了 好 下一張就是天摘李 天摘李 李掛的本意 其實就是一個 叫做如李薄冰的意思 李就是鞋 危險的邊緣 這張牌我們看到一隻老虎 李薄冰的 有一個人 在山石後面有一個人 李薄冰的 處於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李薄冰的狀態 但幸好是什麼呢 這隻老虎 他的面向看不到你 看不到 但是你又知道這隻老虎在這裏 就是說你知道有個危險 這個危險 但是你可以避得過 因為始終這隻老虎見不到你 會不會這些叫做險中求勝 可以不可以 我可以 我會理解為平安度過 平安度過 平安度過 有驚無險 這樣 因為這個 這個李字還有一個意思 代表禮貌 那個禮 是 那 逢是你拿到這隻牌的話 其實呢 就應該要想一想 為什麼我會 就是叫做自我反省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嚴況發生著呢 會不會是自己的態度有問題 或者對人好處事好 一個禮貌不足 比如你說 我早上回到公司 見到同事都好 一聲早晨都沒有 都論識的話 那你入址久了 人家會覺得 這個沒有禮貌 連早晨都不說聲 這樣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發生呢 這個比喻 所以 抽到這張牌 就要注意在自己的態度方面 改善一下自己的態度 下一張就是 那 下一張 地天泰 地天泰 在牌 64張牌當中 其實地天泰 真的是一張大吉的牌 非常之好 其實是一張最好的 在所有牌當中 他的本意 大家都看到 武師 寫著公賀新希 每一年喜慶節日 就是農曆年 各個都開心 五陽啟泰 三陽啟泰 三陽啟泰 每個都開心 萬事亨通如意吉祥 萬事亨通如意吉祥 就算不論你自己的財運 或者工作運 愛情運 都好 其實都是清心如意 事事順利 甚至乎跟自己的另一半 都情投意合 一切都是覺得很順暢 但有一件事 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自滿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你太自滿 甚至乎 產生了一些驕傲 過分自我 對 就很容易變成自我 或者做一些行為 變成任意妄為 或者任性 好像現在經常常說一句話 叫什麼 有錢就任性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有這些行為 任性了之後 就產生了一些負面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就會說到 就會招災 令到自己發生一些 因財招災的事情 就在這些情況下出現 沒錯 剛才你講到這件事 我今天就在Facebook那裡看到一個網友 就發了一張圖 是 他就拍了一些外國的青少年出來 這樣就很有趣 他說 外國的青少年 和現在的青少年 只懂什麼呢 喝酒 吃煙 打遊戲 然後最後那張圖 他說 我兒子最乖 他兒子只懂得睡覺 他覺得已經很乖 因為他給了那些不好的行為 才覺得自己乖 好 我們看看最後一張就是 佛掛 這個應該是地 這個天地 這個 皮極太陋的皮 我們就不是讀佛 單字讀佛 但是如果整支掛 我們就好像天師傅剛剛說 皮極太陋的皮 所以我們會讀天地皮 整個掛的掛名就是這樣讀的 而掛的本意 其實單字讀佛 其實這個本意就是 否定不好的了 還有其實在圖像當中 其實很簡單 你看到 條橋是怎樣 你看到旁邊那支太掛 其實就是這個皮掛剛剛調轉 對 剛剛調轉 就是皮極太陋 我們經常都說什麼 皮極太陋 極必反 這一種 先遇到不好的東西 然後慢慢數 那條橋很明顯是什麼 壞了斷了 斷了 你過不了條橋 用不到條橋去過對面河 就是說如果你說 我真是不幸抽到這張牌 其實自己已經心中有數 當時可能運勢諸事不順 做事多波折 做什麼都 先跌後升 對 都很難去進行到 不論感情婚姻工作 跟人相處都好 都會容易起衝突 意見不合 但是如果你能夠知道 我有這張牌出來了 其實是一個訊號 告訴你 好像剛才說 你就要知道 進退了 知所進退 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要做些什麼 先自己身平氣和 坐下要談 跟對方談 不論你感情有問題 工作有問題 都好 你要談 你肯談肯溝通 就可以化險為宜 如果不是 你只會造成一個 空險的結局 就是可能越鬧越僵 不冷靜的話 就渡過難關 就不用想了 你只會越來越禍 甚至乎 嚴重 甚至乎可能會有少人去加害 令到你 即是 連在那個工作環境那時候 就可以產生一些 被人陷害的情況出現 又少引多 甚至乎 真的嚴重 可能有生離死別 為什麼呢 因為條條斷了 你過不了河 你硬去過 那你會怎樣 跌下河 跌下河 那怎樣 救不了你 你就不斷打 所以有時候牌的意象 有這些 這樣可以幫我們理解到 今天我們多謝黃師傅 介紹了一個 《逆經塔羅牌》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輯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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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不會 碗 怪羊 失誤 止